10月20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时表示 深圳经历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 制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 有很多地方值得香港学习 她强调 未来将进一步深化港深合作 打造双城经济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14日在深圳市举行 会后 林郑月娥注意到 香港社会有很多关于港深合作的讨论 有人说 香港竞争力大不如从前 经济被深圳反超 已经失去发展机会 但林郑月娥认为 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固有的特色和优势得以保留 长期以来 在对外联系方面 香港有丰富经验 两座城市各有优势 可以互不不足 打之互惠共赢 竞争力这件事 就好像逆水行舟 不尽则退 所以香港也要自身要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可以继续保留到我们的优势 在深圳方面 当然深圳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 也都是制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 到今天为止 也都有很多地方可以给香港购债 香港也可以深圳 和深圳共同打造一个双城的经济 或者发挥一个双引擎的功能 特别在粤港和大湾区 林郑月娥谈到 截至2020年5月 大概有逾5万香港市民在深圳居住 工作 截至目前 在深圳的港资企业超过8万家 占深圳市外资投资的比例高达85% 这说明两地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现在看来港深合作范畴都是很广泛 除了以前的投资商贸制造出口之外 当然创新科技 文化创业产业 以至到高等教育和医疗 都是我们两地可以合作的空间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到两个城市强强联手 来打造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